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证明这个 在0到A这个B区间是0函数 有这个结果 就是0到A的这个积分 Fx dx 都等于0 还是这个 Fa减x dx 那我们看看怎么来证明 就是对任何的0到A上的连一函数 这个积分 0到A Fx 都可以写成说 A减x F A减x 这个积分 那我们现在就另这个 来看看 这个 x 等于A减t 做这个变换 一做这个变换 所以这个dx就等于负的dt 但x如果等于A的时候 上线 那我这个t呢 就等于0 那x是A A等于A减0 对吧 但x如果等于下线这个0的时候 那么这个t呢就得是A 这就算好了 根据定期的化缘法 所以我们来看呢 所以0到A这个积分呢 Fx dx 就应该是等于 是吧 上线是0 下线是A 背景函数 Fx就变成了Fa减t dx-dt 把这个负号 刚好使得这个上下线 颠倒一下 所以0到A Fa减t dt 你用什么积分变量都没有关系 所以就实现了我们这个 证明的结果 有了这个以后 我发现就是 你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 对吧 来看看 0到2分之帕 F Sin x dx 实现都等于0到2分之帕 F Cosin x dx 你看这个 关于Sin x的这个什么什么函数 变成关于Cosin x的这个函数 那么原因呢 就可以这样做 是吧 利用我刚才所说的 我就令这个x 等于这个上线减去这个t 那你一做完了以后呢 大家看看 按照我刚才所说的 当x如果是吧 等于2分之帕的时候 那我这t就是0 那我这t就是0 当x等于0的时候 t呢就是2分之帕 所以我们的左边就是0到2分之帕 这个是吧 Fsin x的积分 dx 在这儿的一个变量带换下 就应该变成0到2分之帕 0到2分之帕 F Sin x 大家看到Sin x x呢是已经等于这个是吧 2分之帕 减去t 所以就变成了Cosin t 变成Cosin t 所以F算Cosin t dx变成负dt 负dt 把这负号 刚才所说的这个 上线是0 底下是2分之帕 把这dt 上下线一交换 把这负号弄没 所以就变成了0到2分之帕 F Cosin t dt 正因为这样 所以前面我们所说的是吧 用那个分布积分的公式 曾经证明的d推公式 所以是0到2分之帕 Sin x的n次 dx 就应该等于0到2分之帕 Cosin x的n次方 dx 对吧 这是 正面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关于Sin x的什么函数 0到2分之帕 统统变成Cosin 或变成Cosin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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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证明这个 0到π这个积分 x f sin x 积分 证明这个结果 x f sin x 0到π的积分 刚好是等于2分之π 后边积分 那我们利用 要想证明它的话 就利用还原法 我就做一个代换 并这个x 等于上限 减去一个新变为了t 那么你这个sin x 就等于sin π减t 那么还是sin t 对吧 dx 变成了负的dt 变成这样的积分 然后我们往里带一带看 所以左边这个 0到π x f sin x dx 就积分 你做这样的变量带换以后 当x如果等于上限 π的时候 那t就是0 是吧 当x如果等于0的话 那t就得是π 是吧 x 如今这x 已经用新变量带换了 是吧 就等于π减t 所以这x就是π减t sin x 还是 就变成sin t 所以f sin x 是f sin t dx变成负的dt 变成负的t 把这个负号 是吧 刚好使得前面积分上限的交换 是吧 所以就是0到π 这样 这样你拆开以后 变成两个积分 一个呢是0到π 是吧 π d t 然后减去 是吧 0到π t f sin t dt 变成这两个积分 同一个积分 同一个积分 同一个积分就是π 对 对 f这个就写错了 f这个 那π拿出去 是吧 就是f sin t dt 然后减去后边积分 得到这个 这个积分 跟左边这个积分是一样的 只是积分变量的不一样 是吧 这是用x 这是用t 那那么无所谓 把这个是吧 这个积分 挪到这个左侧去 就变成两倍的 是吧 所以是二倍的 0到π的积分 x f sin x dx 这个积分 就等于这项 是吧 π 0到π f sin x 也好 sin t 也好 没关系 所以一倍的呢 就等于这个 倍而出了 这就是我们所要证明的这个东西 所以定积分的那个变量代换 是吧 怎么样实现这个代换 这很要紧 是吧 而且能够使得我们的计算呢 得以进行 并且能够简化 是吧 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代换的话 可能就不好计算 是吧 算不下去 我们为了说明这件事情呢 再看一个例子 让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个定积分 0到π x sin x 1 加上cos x平方 我考虑一下这个积分 这积分我们要算出计算的积分值 是吧 不是特别的轻松 要采取变量代换的一个办法 那变量代换呢 我就做这样的代换 是吧 还是x 是吧 等于上限减去一个新变量 做这样的代换 正像刚才我们看到的 但x如果等于π的时候 那t是吧 就得是0 但x如果等于0的话 我们这个t呢 就得等于π 是吧 所以做这样代换呢 所以这个i呢 就可以写成 是吧 比达到0 x 写成π 减去t sin x 就是3t 对吧 看看cos x cos x 等于cos π 这变成负地t 那把这负号一挪 这个上限就颠倒了 是吧 所以这就变成0到π 做这样代换以后 是吧 使这个积分呢 变成这样 是吧 这个积分呢 我可以猜成两个 是吧 可以写成两个 可以写成这样 大家看看 头一线的积分呢 就是0到π 是吧 π3t 把这π拿前面去 所以这就是3t 底下呢 是1加上cos t的 是吧 平方 dt 这是一个积分 然后再减去 是吧 大家看 减去 0到π的一个积分 t3t 1加上cos t的平方 dt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 说后边这个积分呢 就是那个 π 是吧 所以我们能够 把这个 合在一起都挪到左侧来 就变成两倍的爱 是吧 等于π 0到π 3t 1加上cos t平方 dt sine t dt 刚好是 负的cos t的 微分 是吧 所以这就是负的 π 0到π d cos t 然后在1加上cos t的 平方 如果这个cos t 等于u的话 那这1加u方 上面地u 所以 你原来说很容易写 就等于 Arc 是吧 Arc t cos t 0到π 负的π 看看算一算 代入上限 cos π 负1 Arc Arc 贪金的负1 负的四分之π 然后减去 带下限 cos0是1 Arc 贪金的0 四分之π 减去四分之π 所以括号里头 方括号里边 那就是负的 二分之π 跟前面有负二 变成正 是吧 所以变成二分之π的平方 大家看我们这个计算 就值得我们关注了 是吧 如果你没有这个变量代化 大家看你这个计算会是怎么样 是非常不容易的 计算 所以这个变量代化 很要紧 这是关于讲到这个定积分的计算 的话 我们没有计算 再次领备 请 喜望 当然定积分除了计算以外 定积分的变化也很多的 变化很多 特别涉及到很多的正能体 有的证明体难度还是很大 很灵活 所以我们真正要掌握定积分 这部分的内容了 需要做一些练习 不能再重复以前 比如说假设我们就算一算 不能光做到这个 要往前走一走 定积分这里头又有很多 很灵活的题 就希望大家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深入 那下边我稍微 讲一点与这方面有关系的 就是 就是科西史瓦子不等事 是吧 就在定积分里边经常会碰到这个 非常感谢 感谢观看 属于这类的问题 科医实话都不能是 实际上就是 大家在结一起合理的血管 就是说如果两个向量 比如说A跟B做点击 是吧 点击 实际上我们是定义说A的 它在长度 B这个向量的长度 成为它们夹角的余旋 这有个向量 叫做A 这有个向量叫做B 它们之间的夹角 是这样 那两个向量的点击 是个数量了 这数量当然可能正的可能负的 如果我们踏上绝对值以后了 这是A 点上B 这个向量点击 如果踏上绝对值以后了 因为口算绝对值是小一等一 所以它不会超过这个向量的长度 A的长度和B的这个长度的成绩 这些实际上就是可以不等式 那么在函数空间里 我们就来证明这个 怎么表现出来这个意思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A到B Fx Gx 这实际上就是 它俩在区间AB上 A跟B都是连一函数 都是连一函数 那么在AB上 如果做这个 它俩成绩的那个积分 是吧 就可以认为这是两个 是吧 向量的点击 那如果我们不管 管这个也行 因为这个积分有可能是正负 是吧 所以就绝对值来说 它都不会超过这个 是吧 大家看看 这个呢是A到B 是吧 Fx的平方 Dx 这实际上就是 如果把Fx看的向量的话 就是长度的平方 是吧 长度的平方 那么 这一开方 就是它的长度 如果我们不想用这种语言来说 那也可以 就不管它 是吧 Gx 它平方 Dx 就是长度的平方 开方 就是这个 向量的长度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 那 两个向量的点击 是吧 A 点B 是吧 就绝对来说 不会超过这个向量的长度 这个向量的长度的成绩 这个就是 科技史瓦斯不懂事 大家看看 它哪成绩 这个积分 就绝对来说 不会超过这个 是吧 Fx 平方 在去年A变成 积分值 在开放 成了这个 Gx 平方 去年A变定积分值 在开放 不会超过 你也可以呢 就是说 两边我都平方 都平方的话 这边就变成了 A B Fx Gx Dx D平方 这边A平方 就是A B Fx 平方 Dx 这个就是积分 像A到B Dx平方 也可以写上 这种样子 这就是 科技史瓦斯不懂事 现在呢 我要想给出 这个不懂事证明 并且研究它的应用 研究它的应用 为什么研究应用 大家看看 我们书后 也有很多 这方面的题 当然不止限于 还有其他的 那个证明题 那我们总的 要接触一下 来看看 咱们来证明 这个不懂事 现在我来证明 我们就考虑 这个积分 来看看 A到B 看看 就是 TFx 加上Gx 它的平方 考虑 在区间 A变成的积分 因为这 倍积函数是平方了 所以非负了 那么它积分的值 当然也是 不会是负的 我现在呢 就把它打开 Fx Gx 都是连接函数 如果可积的话 那么它们的 根据定积分的 性质 所以它们的 乘上一个常数 乘上一个 T 那么这还是可及 它们代数额也可及 是吧 平方 还是可及的 现在呢 我们就打开 是吧 这个这里边 我就把里边算一算 A到B T的平方 Fx的平方 加上2倍的T Fx乘Gx 然后再加上Gx平方 Dx 因为对x所积分 那T 那就去 T平方 A到B Fx平方 Dx 这一个积分 再加上2倍的T A B Fx Dx Dx 再加上最后一个积分 A到B D平方 X Dx 得到了这个三项 三项 这三项呢 我可以看到呢 这个 大家看 关于T来说 这T的平方向 T的一次向 T的常数向 关于T的 二次 三项 因为这个 做出来以后 这个积分值 不过是个常数 是吧 是一个数 积分值 这个都是数 关于T的 是一个平方向 一次向 常向 二次 三项 那么这个 算完以后 这个结果 它是一个 大于等于零的 大于等于零的 那么关于T来说 它的判别是 B方 这就是B 减去4AC B方 减AC 那就应该是 小于 等于零 因为这个 是大于等于零的 所以它 没有那个 十根 关于T来说 是吧 所以它那个 判别式呢 就应该是 小于等零的 因此我们现在呢 就是写成这个 我在上面写 这些都擦了 这关于T 是吧 这个二次三项式 大于等于零 所以才没有十根 所以它的判别式 是吧 判别式就是B方 一次性 前面的系数 B方 就是四倍 是吧 F X DX DX 的平方 是吧 减去AC 就是 这是T平方的 那个系数 这是常常线 应该是小于 等于零 换句话说 就应该小于 等于 这个 AC 是吧 AC 四倍 减去 B方减去 4AC 减去这个 AB F X 平方 DX 然后呢 是AB DX 平方 DX 如果我们把这个 把这C4 这个取消了 是吧 这个再出 不会改变这个 不等式的方向 这就是我们所要 证明的东西 这个不等式呢 就叫做 科西 十瓦子不等式 这不等式在 在很多证明问题里 都会失忆到 是吧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 是吧 就应用这个不等式 是吧 不在乎怎么样证明了 我们来看看 应用这个不等式 这不等式的应用 应用这个不等式来证明这个 大家看看 我们首先证明一下 这个 说这个FX 在01区间是可及的 我们这个函数啊 不一定非得要求 它都是零函数 可及的 可及的 Fx呢 还是一个非复的 大于等于零 那现在又证明什么了 证明这个 下边就是零到一 Fx Dx 一个积分 大于等于零到一 0到1 Fx Dx 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零 这个是 那我们看看 怎么来证 它实际上就是要我们证的呢 是这个 是吧 就是01 Fx Dx 然后再乘上 这样01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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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 Dx 大于等于零 就乘过去 是吧 大于等于零 就证明这个 这个是 那我们来看看 怎么来做 那我来看看 那我现在就考虑这个 这里有Fx 有Gx 都是平方的 是吧 那我现在呢 就考虑这个 我考虑这个 一个呢 是我另一个这个 这个Ux 这是等于 这根号Fx 分之一 Vx呢 我就写上 根号Fx 因为反正 他们都是恢复的 开方 当然没问题 是吧 那根据刚才 我所证明这个结果 是这样 是吧 0到1 A b 在0到1 Fx 现在我都用 Ux Vx 那它是这样 是吧 看看 这个Ux 这个 分之一 然后呢Vx 那就是根号Fx 它不会超过 这个函数 就是说如果我取的 假设不是 假设开方的话 那么这边都得开放 这边都得开放 对吧 那不开放 咱这平方 小于这个 平方 U这个函数的平方 所以就是 0到1 这函数的平方 那就是这样了 Fx Dx 然后呢 这个函数平方 这个函数平方 所以0到1 Fx Dx 这个不等式之所以成立 我就完全应用了 科学史瓦子不等式 右边呢 那么就是我刚才 所要求的这个东西 看看这个 那现在看看 那左边这个函分 左边的背景函数 是根号 Fx 分之1 再乘根号Fx 所以背景函数就是1 那背景函数1 这个函分 就是区间长度 1减0 就是1 它平方以后还是1 所以我们就证明了 是吧 它 乘上它 大于等1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如果没有这个这方面的知识 你证明这个就是不容易 怎么证 所以这个科学史瓦子不等式 是吧 我谈 有好多积分不等式 就是在积分号 在不等式里包含着积分号 是吧 所以这个 这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在这个课堂里头 不可能是吧 讲很多很多的关于这个 这个不等式 只是谈到其中的一个 是吧 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掌握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关于不等式 这个问题的证明 或者其他的等式证明 都不是 都相当的灵活 是吧 我们再考虑 是吧 给我们一个函数Fx 是在这上 连续可畏 在01去减少 而且这个函数呢 是等右端点 减去左端点的函数值 就是F1减F0 刚好等于1 证明什么东西了 要求证明的是这个 是吧 01去减少 这个F1减X 是在导数 因为它导数 它是可微嘛 导数就存在 连续可微 导数就连续 是吧 那这个DX 是吧 证明 是吧 这导减数 F1减X 它的平方 在01区间的积分 一定是要不小一 大于等一 我们来看看 这个问题 怎么来证 怎么来考虑 这个事情 但是证明的问题 是吧 我们来考虑这个积分 因为就利用这个条件 是吧 这个条件 那我们怎么来证呢 我考虑这个积分 就是0到1 F1减X DX 因为它连续可微嘛 这导减数连续 所以当然是 这个积分当然是有意义 算考虑这个 你考虑这个积分 那我们能看到 是吧 这就好办 是吧 好办 因为什么 你导减数 一出导 然后再做积分 它的原减数就是FX 是吧 FX 带入上线 带入下线 就等于F1 是吧 减去F0 给出去条件了 它是就等于E 就等于E 算完以后就等于E 这个就刚好是等于E 所以我现在就要考虑它 所以你能够事先考虑 有这个 有这个这方面的考虑 那这是很要紧的东西 然后我在英语科学实话 这不能是 可以实话 这不能是刚才说 是两个函数成绩 是吧 A到B 是吧 FX GX 是吧 那这个积分 就绝对出来 不会超过 怎么样怎么样 是吧 FX平方 的积分 GF平方的积分 它们成绩 不会超过 现在一个函数 一个函数 那我现在可以看到 是前面乘的是E E乘上F1品 当然这E可以不写 是吧 所以我就可以 它要小E 等于 加上E的平方 是吧 那是DX 0到1 这个积分 还要开方 是吧 这个如果你这边 平方的话 那就用不着开方 对上我这边平方 这边就不必 是吧 然后呢 就是 0到1 是吧 这个函数 E乘上F1品 就F1品 F1品 这个X的平方 DX 这个不等式 就是亏西十瓦 这个不等式 那左边已经是E了 是吧 E的平方以后还是E 那么这个积分 值就是E 所以就小E等于 这个0到1 是吧 F1品 平方 DX 右边刚才说 已经是E 是吧 算完以后 这就是E 是吧 这个 所以我们就证明了 它这个积分 就值 一定要大于等于1 大于等于 就是这样来考虑 因此我们就要考虑 就是证明这问题的时候 一个 有一个很要紧的东西 需要你一个 归结为一个什么东西 你能够有这个想象 这个考虑 是特别要紧 当然另一方面 当然就是计算的准确 计算准确总还是 也有很多灵活性的问题 你能想到用什么换源 很要紧 所以因此我们就这个数学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有 一些个最基本的练习 同时呢 还要要求 你有很好的这个理解 要不然的话 你怎么会想呢 这些问题 创造性 我再考虑 你看这个就稍微比刚才的问题 稍微难一点 Fx 在区间AB上 又是连续可微 A呢 是比B小 当然都是大于零的 已经知道呢 是Fa 左端点的含书值 右端点的含书值 都等于零 而且还知道这个 AB F平方X 这个Fx的平方 在区间AB上的积分的值 它告诉你 等于一 让我们证明这个 AB X平方 F1比Rx的平方 一定不小于四分之一 这不等是证明啊 这类的问题 来看看 你要是 如果凭空去想 这个积分值怎么就大于四分之一 你真不好想 想不 不会那个很容易的 那我们就要想到呢 把它归结为科技史瓦斯不能试 科技史瓦斯不能试 这个东西是要大于一 四分之一 大于等于四分之一 那你要考虑这个 是吧 就Fx是什么 是吧 你看看A到B是吧 Fx Gx是吧 Dx这个积分 是吧 平方 它小于等于说A到B是吧 Fx平方 是吧 Gx 然后呢 乘上这个是吧 A到B Gx平方 你就得考虑好 Fx 你应该怎么来设 Gx怎么来设 如果我要把它看的是 Gx 这就是Gx平方 是吧 前面呢 Fx平方 刚好是1 你看 这就很好的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呢 就来做这件事情 我考虑这个积分 大家看看 你怎么考虑的 你写出来 当然就没 就没什么了 就你第一步 这个考虑 很要紧 我考虑这个积分 大家看看A到B 考虑一个Fx 然后呢 一个x乘Gx 考虑这个积分 还考虑这就只好 免得这 这就是平方 你要这么考虑的话 这个Gx就是F1 F1x 那么这个 等会儿 它的平方 就会出现这种 这种样子 前面这个 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 Fx Gx 就相当于后边这个 就有这个考虑 这个考虑 刚才我说的是 考虑的出发点 为什么去那么想的 就在这 这个看的是一个函数 后边看的一个函数 它那乘G 就是它们内G 点G 就觉得这来说 不会超过每个的长度 现在呢 它平方 所以就是长度平方 同一个函数的平方 A B Fx 平方 Dx 后边这个 A到B 这个函数的平方 那就是x平方 F1x的平方 这个平方 这就是想到用的科学实话 就不能是 因为这个Fx 在区间一变成做积分 等于1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1 这是我们所要 所要证明的这个东西 关键问题 前面这个东西 是不是四分之一 这就琢磨了 那这个函数 这个就设计都积分了 那么我看看这个积分 就等于A到B x 剩下Fx F1x Dx 所以刚好是D 是吧 Fx的平方 它的微分 它微分 F1x 你要微分的话 应该首先秋导 秋导应该是2倍的Fx 然后F1x 然后就Dx 这就是微分 是吧 看看 它微分在这 也就是差一个2倍 是吧 所以前面我除一个2 是吧 或者乘个1分之1 这就无所谓 在这 在这以后呢 我们来看 你可以用分布积分 这是U 这是DV 是吧 都给你准备好了 所以这个U就等于X 是吧 DV 就等于D 是吧 Fx的平方 用分布积分 那么DU 就等于DX V呢 就等于Fx的平方 是不是 这能看得非常清楚 归结为这样的问题 那这就变成了2分之1 是吧 这个按照分布积分公式 等于UV 是吧 应该是X X Fx的平方 带入01 然后再减去 这两个 是吧 乘积 01 Fx平方 DX 前面这个积分 二分之一 前面这个值 带入1的时候 那就是 这个不是1 都是AB AB 这也是A 这也是B 再带入AB的值 带入A的值 带入B的值 是0 带入A的值 还是0 对吧 所以这个 头一个积分呢 没有 是吧 就是没有贡献 就是0 第二个积分呢 我们实现就知道了 是吧 这个积分是1 所以这就是 负的二分之一 就得到这个结果 它平方 那负二分之一的平方 当然就是四分之一 所以这就是四分之一 这样就实现的证明 大家看看 这个例子 是吧 回去供你那个 考虑 是吧 看看我们怎么来想问题 是吧 也涉及到定积分的计算 比如像是分不积分 能想到这个 所以 这个 关于定积分 这个计算 证明 这里就有很多 是吧 变化的东西 不是说 一下子就能够 很好地掌握的 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不断地深入 不断地掌握 也需要做到一些 最基本的练习 上午呢 我们就到这